宝玉对丫头的管理 一直都很松散 这一方面是因为 她自己没有架子 没有等级观念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宝玉喜欢 并爱护这些女孩 不愿意严厉地批评她们 我知道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她不是因为风露茶的事情 撵走了欠血吗 这是一案 下面就会解释 未必能怪到宝玉身上 还有人说 第五回出现的丫头 媚人 还有后文出现的谭云 不是也都没有再出现吗 宝玉的大小丫鬟很多 甚至多到了 连宝玉自己都不认识 后文中的小红就是例子 所以没有出现 并不代表着 就给宝玉撵走了 写书的作者是上帝视角 他认识每一个人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在情节中有作用 另外 《红楼梦》增删过很多次 作者基于情节设定 调整了人物 也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宝玉不在 丫头们就玩得翻天了 宝玉的奶妈李嬷嬷 这时候已经退休了 但忍不住 又回来刷存在感 她看到了这个场景 就不乐意了 李嬷嬷说 宝玉是灯下黑 只看到别的地方脏 却看不到自己身边的问题 李嬷嬷作为奶妈 是很了解宝玉的 如果我们拿这句话 对应上一回中 宝玉跟习人不分彼此 是非常贴切的 丫头们知道 宝玉不在意这些 加上李嬷嬷已经退休了 所以根本不把她的话 当回事 这跟上一集里面 习人知道宝玉不在意 通灵宝玉 刻意地说 这个玉也没有什么稀罕的 是一样的 宝玉的喜好大家都清楚 所以才敢放肆 而李嬷嬷又是一个 最惹事的人 非要吃宝玉留给习人的酥酪 不但吃了 还埋怨了一大段话 虽然这段话里面 并没有明确说 什么话是什么人说的 但我们却可以清楚地推测出来 说李嬷嬷是好一个 讨厌的老货 还不让她吃酥酪的 多半是情闻 而打圆场说 吃了也没什么事 肯定是社愿 支批在这里 也是这么推断的 而这就是作者 人物塑造的功力所在 如果你现在还看不出来 那也别着急 这是因为 你还没有看完全书 对人物的理解还不完整 第二遍 第三遍看的时候 就很明显了 李嬷嬷赌气说 自己知道因为风露茶 撵走欠血的事情 支批在这里说 这是驱杀宝玉 我们的前文可以看到 宝玉酒醉摔茶杯的时候 喊的是要撵走李嬷嬷 而不是欠血 但是欠血在现在 确实已经出了假家 不在宝玉身边了 我们不妨想想 李嬷嬷之所以说 撵欠血 无非是基于两个可能 第一 因为当时没人敢说 宝玉生气的时候 要撵她走 因为那个时候 她的地位 是宝玉下人中最高的 她要问 其他人只可能说 宝玉是生欠血的气 而不敢说是生她的气 第二 欠血事后 确实不知什么原因 离开贾家了 欠血为什么要离开贾家呢 80回后应该是有介绍的 因为在后文中 支批透露了她曾经参加了 解救贾宝玉的活动 所以这里说 李嬷嬷是委屈了宝玉 宝玉回来了 丫鬟的名字也就跟着出现了 这两处对比可以看到 在李嬷嬷的眼中 丫头是没区别的毛丫头 而在宝玉眼中 她们都是完全独立的人 老杨真没有看到过 其他的书 能通过这么精细的笔墨 来传递潜在的信息 宝玉见到丫头们 果然看不到 李嬷嬷生气的那些问题 她只看到了 秦文不舒服 秦文就是因为 跟李嬷嬷顶嘴 被对方说了 才不高兴的 这是写秦文跟老嬷嬷 对抗的第一次 贾府的这些奶妈婆子 位置是高于丫头的 社会关系也比丫头们 复杂很多 但秦文从来都不 把她们放在眼里 多次正面对对 这其实就是埋伏下 自己悲剧的根源 在这类情节中 秦文通常都是 站在有理的一面的 但是有理并不能 弥补不懂人情的影响 跟之前黛玉怼 不让宝玉喝酒的李嬷嬷 怼最后送给自己 公花的周睿家的一样 每次怼人 其实都会造成 对方的恶意 人情恋达 这是黛玉 秦文这类人 永远都学不会 也不屑学的 然而在社会生活中 缺乏处理人情的技巧 就很可能吃亏 并为自己埋下祸根 与之对比 习人则非常善于 稀释宁人 风露茶事件 就是习人按下去的 这次也一样 他先说 自己吃了酥酪 会闹肚子 让宝玉失去闹事的理由 然后又转移注意力 说要吃栗子 我们不看《红楼梦》 根本不会想到 宝玉作为少爷 居然会给丫头 亲自剥栗子 习人的这个要求 提得很自然 宝玉接受的也很自然 很显然 这是经常有的事 宝玉问习人 今天碰到 穿红的女孩是谁 并对她赞叹了两声 习人问 是不是因为宝玉 觉得对方配不上红色 你在前文注意到没有 宝玉今天穿的也是红色 而且宝玉很喜欢穿红色 跟现在的很多女孩 对撞衫很敏感一样 习人也首先想到 宝玉会不会是因为 撞色而不爽 而宝玉却说 她是因为觉得那个女孩很好 也希望她能够在甲府经常见到 习人立刻提到了一个词 奴才 宝玉的心中 其实是没有这个词的 因为她是活在理想当中的 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 她渴望这些美好的女孩 都在自己身边 只是可惜 这个世界 不是以宝玉的意志为转移的 习人清楚主子是主子 奴才是奴才 驳回了宝玉说的种种可能性 见到宝玉不说话 习人刺激她说 也可以赌气把仪表妹买进来 如果不是深知宝玉的性格 知道甲府的作风 一个吓人是不敢说这种话的 因为以甲府的诠释 这种事是完全做得到的 宝玉听了前面奴才的说法之后 当然不会做这种事 就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词 着物 这个词是宝玉经常说的 虚眉着物的后面两个字 表面的意思是 长着胡须和眉毛的脏东西 其实就是说臭男人 直辟在这里又用了一段话 说宝玉的吃忘委婉 是古今都没有的 真是正邪两腹的奇人 只有黛玉可以相提并论 一般人根本就没法体会到 他们两个人的境界 更别说提出正确的评价了 还提到了完整版的《红楼梦》 最后一回中的琴榜上说 宝玉是情不情 黛玉是情情 即便是这两个词 在解释宝玉的吃字上 也是胡伦吞枣 无法说清楚 这段话的重点有两个意思 第一是说 宝玉和黛玉价值观是非常一致的 也是超脱于历史的 所以任何朝代都找不到宝黛这样的人 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理想 不是现实 我们虽然说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但是如果你用放大镜 看真实的荷花 上面会没有灰尘吗 不可能没有 而宝黛的价值观 就是理想中的荷花 真的是可以不受当时的地位 环境的影响 而宝黛当中 黛玉这方面更加突出 因为黛玉作为仙子下凡的目的 并不是历练红尘 而是还类 宝玉则是繁星偶斥 对红尘更感兴趣 第二点是《红楼梦全书》 至少草稿是完整的 作为全书最后一回内容的情宝 评价宝玉的是情不情 而黛玉的是情情 对于这两个词的理解 同学界有很多 虽然支批说这两个字的含义 依然是胡伦吞枣 但确实可以体现出一些问题 其中第一个情字 是说他们两个人都是重情之人 而后面的字则说出了他们的区别 宝玉情的对象是所有人 甚至拓展到了可以寄托情怀的 花草 画卷 灯笼等 完全没有生命的东西 对方是否对自己有情 对于宝玉来说是没有关系的 而黛玉只在乎那些 对方对自己有情的人 所以他对宝玉 乃至对于后面的宝钗 都是以情换情 推心置腹 在前面的节目中老杨说过 宝玉的情 也就是锦焕仙子说的意淫 都是一种博爱的心态 但是随着年龄增大 阅历加深 这种爱也在逐渐的变化 宝玉认为女孩的出嫁 是一个分界线 很多美好的东西 都会因此而消失 所以听说红衣女孩要出嫁 就又叹息了两声 宝玉的叹息是随性的 而习人的叹息就是有心了 他故意说 自己也快要被赎回家了 习人的这个谎 编得是非常完美的 不但抵挡住宝玉的几个质疑 还把宝玉说哭了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词 就是家生子 贾家的很多仆人都是家生子 就是上一代仆人生的子女 他们世代为奴 不存在赎身的问题 而习人则是买进来的 他是可以赎身的 现代人肯定觉得 自由人比奴仆好得多 但从中国的《红楼梦》 甚至是《美国的飘》 也就是电影《乱世佳人》来看 家生子的奴仆未必这么想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 都是跟主人生活在一起的 他们并没有外人觉得那么委屈 甚至也丝毫不羡慕 所谓的自由人生活 《红楼梦》里对仆人最大的惩罚 是赶出去 而不是打死 让人从奴隶变为自由人 本应该是天大的喜事 但是这个行动 却逼死了金串 害死了秦文 什么是奴隶 什么是自由呢 到底哪个好哪个坏 脱离生活背景 拍脑袋来说 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这个时候 宝玉想到两个理由 不让习人走 第一 我不让你走 第二 老太太不批准 可见当时 贾府的实际权利 是在老太太手里的 而习人呢 说了三个理由 第一 我不是家生子 全家都在外面 不让我走 就是不让我团圆 这是不道德 第二 贾府有定制 丫鬟年龄大了 就会放出去 需要按规矩 第三 贾府对年龄大的丫头 不但要放出去 还不要钱 会给些影子 这是有先例的 这三点呢 其实也解释了 我们可以在《红楼梦》中 看到很多很多年轻的丫头 但年长的婆子 却比较少的原因 同时还顺便说了 在伺候宝玉之前 习人伺候过史湘云 为后文中 史湘云跟习人关系 特别亲密 做了一些铺垫 习人的对话中 同时也埋下了一个特例 那就是如果特别好的丫头 贾府是可以留下的 所以宝玉引出了最后的一招 那就是让贾母强留习人 习人却反驳说 贾府从来都不会做 这样霸道的事情 宝玉实在说不过 就说习人 薄情无意 早知要去 就不如不来 其实这个说法 是非常林黛玉的 宝玉好热闹 林黛玉好亲近 背后的原因 其实都一样 因为他们重情 作者在这里 插序了习人在家 怎么拒绝赎生的事情 这也是宝玉去习人家 发现他哭过的原因 习人不愿意赎生的理由 其实很充分 简单的说就是两条 第一 现在的生活条件很好 第二 还有继续升职 加薪的机会 这其实跟现在 很多外人 看着那些996工作的人 很辛苦 但这些人实际拿着高工资 并不想辞职 是一样的 你是做自由人吃泡面 还是干996开宝马 到底哪个更好呢 这里还说了 贾府对下人 一贯宽厚 而且平时不作见下人 恩多威少 尤其是贾母和宝玉 姊妹们的丫头 待遇更好 我们且不说宝玉的几个丫头 只看后文中 迎春的大丫头思琪 就知道这些 被叫做傅小姐的大丫头们 其实是非常张扬的 习人看时机成熟 开始诱导宝玉 希望改掉宝玉的毛病 宝玉有什么毛病呢 第一就是乱说话 第二就是太自由任性 他基于这两个毛病 提出了三个要求 没想到习人的要求还没提 宝玉就先开始说疯话了 他说希望所有人看着他画灰 紧接着又说 灰有形迹有知识不好 要化烟彻底了无痕迹 这时候其他人再自由活动 那就没关系了 宝玉的风化 通常都是有佛性的 他很早就意识到 所有的一切终将幻灭 也正因如此 他希望喜欢的人 能一直在他身边 后文中的宝玉觉悟和出家 就是从这些风化 逐渐发展出来的思想 这一点对很多人来说 正是宝玉的吃傻 可是如果你真的了解 好了哥的道理 你会发现 有这种认识的人 才更接近真实世界 听了宝玉的风化 习人马上提出了第一个要求 那就是这个乱说话的毛病要改 接着又说出了第二个要求 那就是要有个读书的样子 同时不要诽谤 渴望读书科举的人 请注意 在习人口中的读书 就是指读科举有用的书 不包括宝玉后文中读的那些禁书 宝玉随理说的路度 就是想通过科举制度当官 追求高工资的那些蛀虫 你可能会说 追求高工资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你可别忘了 在棱子星和贾雨村聊天的时候 贾雨村就说过 这些正邪两腹的人 是绝对不会打工的 他们是鄙视为了工资卖命的人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 因为贾家有钱 宝玉是官二代 不愁吃穿才这么想 因为宝玉做少爷的时候 鄙视为了俸禄打工 他落魄后 出家当和尚的时候 也一样鄙视这种人 这跟他的社会背景 和有没有钱是无关的 历史上并不是每个人 都愿意为五斗米遮腰 都愿意在宝马上哭的 而宝玉就是这种人的代表 宝玉还说了一句话 那就是除了明明德外无书 明明德指的是四书中的大学 他的第一句就是 大学之道再明明德 再清明再止于至善 意思是这本书 大学的宗旨 就在于弘扬高尚的德行 在于关爱人民 在于达到最高境界的善 宝玉认为教育的宗旨 是高尚的价值观 但不认同四书中其他的内容 老杨认为这也是因为 大学的篇幅相对比较小 被以明代为主的理学家 歪曲的空间不大 而其他的四书则被取解 并跟礼教联系起来的太多了 如果你有其他解释 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 所以我们看到 书中形容宝玉的词是 不喜读书 而不是不读书 宝玉不喜欢读 跟他价值观不一致的那些书 而不是不喜欢读书这种行为 最后习人一口气提了三个不许 不许毁僧傍道 不许调脂弄粉 不许吃别人嘴上的胭脂 其实在前面的18回中 我们并没有看到 宝玉毁僧傍道的内容 反倒是看到了作者 不少毁僧傍道的笔墨 所以宝玉虽然不是作者的自传人物 但身上的确体现出 不少作者的价值观 很多人应该都感兴趣 宝玉到底是怎么吃 人家嘴上的胭脂的 书里没有说 老杨也没办法告诉你 但我相信肯定是不色情的 因为这是从很小 宝玉就有的习惯 小朋友根本没有色情的心 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 你觉得宝玉是怎么吃别人嘴上的胭脂的 第一 嘴贴嘴的吃 第二 用其他工具 刮下别人嘴上的胭脂吃 第三 其他吃法 请用弹幕给出你的选择 让大家看看你的内心 到底有多么邪恶 习人说 宝玉的毛病是爱红 这其实既是说爱红颜色 也是说他爱所有的女孩 在这个问题上 宝玉如果能改 那他就不是宝玉了 对话的最后 西人说 只要宝玉能做到上面的三条 就是有人用八台大教来接 他也不走 而宝玉随口说 只要西人不走 就会有八台大教 西人马上说 我没那个福气 八台大教除了皇室和高级官员可用之外 普通人只有娶亲的时候才能用 而且必须是正房 因此习人的意思是 哪怕有人娶他出去 他也不去 而宝玉被习人驳斥 是因为即便习人嫁给了宝玉 也不可能是正房 这个小细节 也说明习人是非常认真考虑问题的 而宝玉呢 则是信口开河 完全没有评估答应下来事情的可行性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邱文走进来 提醒他们两个要睡觉了 这其实也是提醒我们 宝玉跟习人是睡在套间里的 其他人都在外面 这些提起话 其他人是听不到的 晚上十点 习人的花结语终于结束了 花结语这个词 是来源于词排名 结语花 最开始是说 唐明皇把杨贵妃比作会说话 善解人意的白莲花 因为习人信花 所以作者引用了这个典故 说习人善解宝玉的心 借机教育了宝玉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订阅 投币 点赞 收藏 并转发给你的朋友 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红楼梦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给你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给你的朋友